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又一個中了 不是說中獎 是說一班走老去到英國的攬炒派 先後一個又一個地 宣布自己感染新冠肺炎 最新自爆中招的是 白甲黨蘇日恆 是不是有點心涼呢 大家開香檳 Yeah 這個蘇日恆因為違反黨規 還說在黨商討怎樣處置他之前 主動辭去中委職務 以為他就這樣消失 誰知他近日在社交平台自爆感染新冠肺炎 又說喉嚨噴揚 又咳入鼻水感 不過最吸精的就不是他的病情 而是他上載的檢疫證明 是由英國的公營醫療服務機構NHS發出 即是說原來他已經秘密走路 你這樣做人不行的 你這樣的款哪有出色的 又走一個攬炒派 是不是值得開香檳呢 不過有熟悉蘇日恆的人就說 蘇日恆是買定半年後的機票 準備回香港的 照計他應該很享受英國那種 民主自由的生活 為什麼會打算回來認衰仔 是不是發現原來香港才是最好的呢 但是他有沒有想過 其實香港是不歡迎他的呢 其實不想偷 其實我想偷 好可怕 是多好嗎 對 我們今天瓜哥 為什麼會打算回來 我們今天去找你 我們今天去找你